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概念股今天持续在盘面上发烧轮动 那散热模组族群整体加起来 大概就占了大盘两成左右的资金比重 双红创挂牌高之后 现在更是强力的锁在涨停板的价位 那如果从九月营收跟新的题材来表现的话 已经公布营收的PA功率放大器 红杰科倒是相当的亮眼 红杰科上个礼拜就公布了营收 是创下了40个月的新高 可是呢它跟文茂一样 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位阶相对比较高 第三季已经涨多了 上个礼拜法人都在高档进行减码调节 红杰科法人调节了1300张左右 稳帽也被调节了500多张 那是不是也因此这些调节出来的资金 转占到回到了散热模组的族群呢 虽然现在营收还没有公布出来 不过双红已经有内资喊价到244块 齐红也看到外资连续5天在买超 那泰硕呢则是搭上了手机散热的题材 上个礼拜法人也进场来卡位 怎么观察5G概念 是不是真的PA要休息了转到散热呢 PA我认为它只是高档做震档 也不见得会休息啊 因为你看那个美国在礼拜五的时候 是大涨对不对 那美国礼拜五大涨 其他大涨主要是半导体这边 那Skyware基本上涨得最多 那Skyware这部分代工的不是文贸吗 也就是如果说你从这部分来看的话 虽然说上礼拜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会看那个 大户出无比的最新的那个分散表嘛 虽然说像明乐刚讲到 上礼拜有法人稍微减码一点 因为那个股价在高档嘛 然后也出了利多 那其实减码是很正常的 但是减码也没有造成说 他们的大涨主比是往下掉的 如果说你看那个400张以上的 就是我冒他的大涨主比没有往下掉 他没有因为法人在做稍微的减码往下掉 他没有 然后红杰克呢 红杰克也没有 甚至他是微幅在往上震 不管说你看400张还1000张的 那个大涨主比哦 这两档股票都往上震的 那你做说什么 就在高档做震荡而已嘛 那高档做震荡的话 其实我认为其实在盘面上 其实涨的题材都还是一样 就是都是5G的部分 其实像这些都是跟明年5G有相关的 那只是题材很多 他们要怎么联动而已 那联动而已 今天其实盘面上 我现在这个也不用多说 很明显就轮到那个散热部分嘛 散热 双红已经涨停板了 那那个刚刚那个明乐有讲到说 那个好像那次看240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有看到 调更高的那个报告了 也就是说其实 就差不多就是以目前的价位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都往上还有空间 那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看那个 现在他们那个营收的话 其实双红都差不多9亿多 那现在法文圈那边是说 你第四季开始 因为有星期要拉火 所以呢 所以有可能单月这个部分 它会开始占上10亿 那占上10亿 那主要出的是散热板的部分 那散热板除了双红以外 到底还有谁在做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那个大楼厨比分散表 对不对 你如果说往那边看的话 其实一股启动 男神气同类三股成板块 除了双红以外 我们看到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第三名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泰索 第四名是立志 立志它主要 它其实立志它是散热 但是呢 它不是那个手机散热 它是做那个 笔电的散热 但是反正都是散热 全部都在里面对的 第三名是泰索 如果说你再往下看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谁 你还可以看到像明热 一开始讲的什么 一开始讲的旗红跟双红 也就是说 在这一张里面 就是这里一半 你看到的大户指引 增加的这部分里面 其实散热就四肢卡在里面了 那四肢卡在里面就很明显嘛 最近就往这地方走 那往这地方走 现在双红掌定板锁起来 锁起来我认为就是 一样你可以看同类型的 我认为你可以看一下泰索 在出的 已经厂弄完 已经开始在出的哦 就除了双红以外 就是泰索 就两家在出而已啦 那两家在出的话 其实今天是礼拜一 其实在礼拜三的时候 泰索这部分 它还有那个法说会 所以有法说的话 那你看那个线型 线型基本上 它应该不是那样 什么在天上管理很大的 它是整理过后的 所以如果说你就双红 以及散热整成困的话好了 其实我认为就是 一股其妒男神器 同类三五成蛮快 资金再往这地方走 那如果说双红买不到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样你可以看一下 同类型的态度 应该还是有机会 好那最近投信买超的标的 在盘面上呢 今天其实也蛮强的 包含了2337的旺红 上个礼拜五投信 是买超了4500多张 那你刚刚讲到的双红跟励志 其实上个礼拜五投信 也都是站在买超的一方 4935的茂林KY 今天股价创高 也是投信在买超的标的 最近投信在琢磨的 还有谁可以追踪呢 你看我们看上礼拜 投信在干嘛 投信买最多在上礼拜 第一名买到台积电 但是我相信这个台积电 这个价位太高 真的它比较牛皮 大家可能比较不讨喜 那第二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可乘 它是什么 它是平开题材的 但是价位呢 价位也是稍微高一点 那我们看第三名的 第三名 627同心电 其实它是什么 其实它也是那个 华为这边的那个 受惠去美化华为的概念股之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今天可能时间不够 那个我们上礼拜本来 也要跟大家提 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讲 但是如果说你看现行的话 你会发觉它已经创新高了 那这样创新高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趋势一样在这个地方 那趋势一样在这个地方的话 股价就创新高 我认为 你今天朋友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谁买的 如果又是投信买的话 搞不好怎么样 搞不好就投信 从这次开始 它又要开始养小鬼了 所以以团庭链来讲 我认为就是一样 你列入这支选股 如果说有震荡的话 一样可以做留意 好的 谢谢钟灵的分析 跟选股观察